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云 中国北京大学近来一口气成立了四个研究中心 都是为了要研究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思想 有些北大校友就表示不认同 一如作家汪浩在脸书表示 北大为何要成立这么多中心 去研究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思想 而曾经是天安门运动领袖之一的王丹 也发文写下 想对现任北大校长吐口水 处访专家指出 习近平将自己的思想纳入教科书 以及中共党章 不断强调个人崇拜 其实都是为了连任铺路 但造成运动付出的代价 可能是拖垮整个国家的经济跟发展 其实带您看到我们的采访报道 民主国家正在如火如荼结盟或民主的同时 另一边中国却在大搞个人崇拜主义 而12号北京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名的研究院 一口气成立了四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就声称 是为了深化研究习近平时代的社会主义 也同时肩负着宣传阐释的使命 毕竟他是在一个威权专制的国家中 所以他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也不会觉得很激烈 因为毕竟在北大里面 其实最有权力的并不是北大的校长 是北大的党委书记 那只是说对于北大本身 毕竟他是一个学术权 学术强调的是要一个客观中立 强调的是一个自由多元 比如说你把习近平当成是一个偶像这样的宠牌 你不能够对习近平做批判 那这个就违反一个学术的一个自由的一个理念 那他作为一个百大之黑的一个学术的殿堂 那自然而然当然会会有损他北大本身 他的一个学术的声望 不只是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这个宛如绕口令的习近平心事 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写成课本教材 前进中小学大力制造宣传习近平的个人丰功伪业 或许一时他在国内的社会 透过他的一个媒体或说他的一个网络 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密的控制 或许一时你可以去塑造出一种 好像对习近平偶像崇拜的那种假象 这种假象就像一个泡沫一样 直早会被戳破的 毕竟现在是一个全球化 这么样的一个资讯快速流通的一个社会 他不可能说不让中国老百姓都不出国 比如说到国外去看一下 国外的一个新闻媒体的报道 自然他就会开始去反思 他过去在中国所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媒体 或者说学校教育的那种偶像崇拜的一个想法 这其实会让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可笑 甚至或许搞不好他们会觉得他们被骗了 如果说当他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独立思考 觉醒能力的时候 他那个反弹会很大的 我个人相信即使中国内部自己很多的一些知识的分子 他们其实也是不会支持这样的一个动作 但毕竟在中国这样的环境 你很难说去让他们这种反对的声音 可以得到一个宣扬 直到电影《游牧人生》的奥斯卡金奖导演赵婷 就曾经在受访时表示 他生长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家 直到他到国外念书才重新学习的历史 回顾习近平的造神史 2017年他将自己的思想写进党章内 习近平思想也被奉为党的行动指南 此学让习近平的地位宛如和毛泽东邓小平平起平坐 隔年习近平也废除了国家领导人最多连任一次的规定 而最近的一次六中全会 公报中更是大力赞颂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 台大政治信夫教授陈世明就表示 过去在江泽民邓小平的时代 他们强调的是集体领导 而如今习近平要的是个人绝对的威权 你看江泽民他其实最高的一个政府机关的职位 也就是政府的副总理 大家都知道他从1978到1997年 是中国第一号最有权力的人物 但是他是非常地一个低调的 他不会说去刻意说去 好像去做这种偶像崇拜的作为 但是他在一个政治以外的面向 比如说像经济 甚至包括文化的面向 他是愿意给整个社会一定程度的一个自由度 所以才会有1989年的天安元事件 习近平他这样子的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作法 你等于说他把自己神格化 代表意义就是你是不能够被批判的 当今天习近平推动任何一个政策 下面的人不敢去提出反对意见 政策倘若有错误的地方 只是会错越深而已 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相当多 不管说列宁毛泽东 这些推动偶像崇拜的人 到最后他经常都会导致一些 非常重大的一个政策错误 防势为民以及能源缺乏的问题 中国今年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跌破5% 波警器也让明年的公务员考试 比去年多了20万人抢着报名 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目前内外压都不小 除了疫情冲击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打压 还有随意扣押加拿大公民的事件 都让外资更加谨慎 习近平从邓小平开放路线 要走回个人崇拜 想将自己推向神坛 恐怕要先考虑的是 会不会将自己逼到死角 记者吴玉成采访报道 关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 国外相关领域的学者跟专家就曾经表示 中国模式跟习近平模式大不相同 从历史上来看 融合个人崇拜的共产党极权专政统治 往往会导致贫穷跟暴力 当习近平试图以个人崇拜稳固政权 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 而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陈世民则指出 明年北京冬奥到中国二十大之前是习近平政权交替最敏感的时刻 台湾可能要非常关注中国内部权力继承是否稳固 虽然以国际局势来看 中国对台使用武力完全不符合中国利益 但为了要转移内部的矛盾 或是提升自己在国内的声望 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做出不理性的决策 因此台湾人是要小心关注 如果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期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